有些基本的視像人士的引導法 我今天講解一下 首先因為全心靈的朋友 其實很多人在街上都會 一下子就會這樣拿著 你走這裏這裏 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主要來說 最正確應該是拍拍手背 手背 因為那位視像人士都會學過一些基本的腦法 他會自動拿著領路者的手肘 手肘 這個位 手肘 即不是這樣拍拖的 對 很拍拖 是用手肘 對 拿著手肘 然後就這樣走 這裏太窄了 平時我走前半步至一步之間 如果遇上窄路 就把他的手放在後面 這樣他就知道窄路未必足夠兩個人 同一時間去經過 有些人可能很擔心 走樓梯怎麼辦 走樓梯的時候 其實最正確的做法 就是去到梯級前 停一停 落到底部 亦都停一停 然後 其實就不用說 給他聽 因為接下來有十級 基本上他會感受著你們的身體的移動 去了解到安全 應該有梯級 總之你停一停告訴他 前面 將會有個地方的轉變 即不用續吸房 對 對 如果平時 因為視像人士 怎樣埋在椅子上 你告訴他 最好就是 例如埋在椅子上 將他的手 放在椅背上 其實他自動就會知道 將椅子在那裡 如果有桌子的時候 將他的手 即是同一隻手 或另一隻手 放在桌子上 他了解了 椅子和桌子的距離 方便他自己可以坐下 即是他就會感受到 是的 大致上就是這些 另外有一些小提示 就是 如果和一些視像人士聊天 不要突然走開了 因為很容易 他會和空氣說話 對 說了大臣 沒有人 那就是尷尬的情況 對 對 對 這個挺尷尬的 即是你也試過嗎 試過 對 這些不事會發生 但是盡量避免 另外就是 如果要洗手間 那些 也就是盡量會幫他 就是 因為都未必會知道 男廁和女廁 那就是我排過牌 是的 那 那也都 可能到時要幫他忙 那裁有這些事情 那另外 那說完事實上是 那我 我排過時都自己經歷 就是 和一些慶祭的朋友 因為 都有些慶祭的朋友 有六位 是的 那以我所知 這次應該是沒有 好